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闻受智慧用事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尊胜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好 下面讲念诗七句祈祷文的功德 这个七句祈祷文的功德前面也叙述了一部分 那么现在还要继续给大家做介绍 现在中提卡纳在汉地各个地方学藏传密法 学得很不错有些人学了之后并不是留在口头上 实实在在在生活当中已经有感受 有收获 我们听到以后或者看到他们的转变 心里应该说是有种高兴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的不管是出家人 居士大家都以后一方面自己应该认认真真地去修行学习 先要懂得藏传福教里面的一些殊胜心 然后有必要 有因缘的时候传给相关的人 大家共同学习和共同接受 这样的因缘对大乘佛教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比如说 禅宗刚开始的时候汉地根本不接受 但后来因为他的高僧莫测或者超僧的境界 让很多的大成就者已经享用了 已经得以成就 在那个时候许许多多人不得不接受 还有一些像日本的一些禅宗 禅法门都弘扬到美国和英国 在那个时候刚开始人们也是特别难接受 但后来也是许许多多在生活上又得到转变 这样以后人们都容易接受我都是这样想 现在人们的信心应该说是非常不错的 缺少的就是我们传法者大家共同努力 应该把教义互相了解 所以现在汉地有很多居士当中有一些水平比较高的人 可以给大家在佛法上做交流 我们现在暂时在居士团体当中给他称为辅导员 然后因缘成熟的时候怎么称呼呢 我也在考虑当中 所以很多人佛法是可以接受的 就像世间的一些有利知识一样的 世间的这些有利知识出家人也可以接受的 在家人也可以接受的佛教也是如此的 尤其是莲花生大师我想大家都应该明白 明白你懂得藏传佛教的人们应该说它的伟大 它的发心力 它的摄受力不可思议 不可言说 很多高僧大德称为莲花佛或者无尽第二大佛 确实也是名副其实的应该可以这样来起信心 不懂得的人好像认为是藏传当中的 有一个修行人那样来理解但这是一种片面的人士 因此我们以后应该从正面多看一下莲花生大师的传记 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在藏文当中相当的多的 汉文里面确实也比较少包括现在网络也好 其他的一些书本当中在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是比较少的 但比以前好多了以前我们八七年的时候 法王第一次去往五台山的时候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莲花生大师听都没有听说过 有一些常念学习的这些人根本没有听说过 但现在完全是不相同的因此我觉得这种密法 让人们得到接受的话中间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因缘越来越成熟 原来有一段时间对密宗排斥的人 包括一些高僧大德当中也好 或者世间的一些学者里面非常多当时我们虽然能力很小 但是通过各种方式来给他们也是该播持的该播持 该批评的该批评然后该交流通过正面谈话 以非暴力的方式来互相了解这方面也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 如今各方面很多因缘成熟 大家对藏传佛教除了极个别的一些修行人的行为 确实也是有不满的 深邪见的有这种情况 但是对整个教义到目前为止我们也没有遇到非常的不满 或者甚至诽谤 抛弃 攻击这种现象几乎都没有 甚至有少见 那么我们个人而言并不是一个不合理 费力的一种教法 让人们得以接受没有这样的目的 应该说这么好的教法让很多人接受 听说我们这里的一位法师到自己的寺院里面去 然后他的师父刚开始的时候对藏传有不理解 开始有点反对吧 后来他哭了很多次说的这么好的法呢 为什么我的师父不理解 他们有些道友说是因为当时他眼泪的原因 现在他的师父也理解有些给我这样讲的 但是不是我也不太清楚我们也确实这样想 有时候看起来我们这里的法并不是一个小小的狭隘 自作自己的宗派不是这样的 应该说是非常广大的一种广阔的心态来 拥抱整个世界的话 那么我们应该知道哪些是正法哪些是邪法 这样一来我们也希望很多人经常祈祷莲花生大师 如果祈祷莲花生大师那么我们藏传佛教的 尤其是密法里面的许许多多传承上师的根本就是莲花生大师 以前上师去印度当时我们也是见到了一位大慈大悲 是世界工人的一位大德他当时都是这样讲的 他本来是学格鲁派的他也说了本来我是格鲁派的 我的传承上师也好我的这些经事全部都是格鲁派的 但是也有一部分对尼玛派的莲花生大师又不共信心的 所以我自己祈祷莲花生大师的祈祷从来都是没有见断过 我为什么这样祈祷呢 因为当年莲花生大师如果没有降服这么多藏地野蛮邪魔外道 不可能如今有这么殊胜的佛教 如今藏地就成了一个世界佛教的宝库 这样的来源应该是归于莲花生大师 莲花生大师当时没有这么宏大的发愿不可能有 所以我们为了报答他的恩德 始终都应该有不可思议或者说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心来祈祷 当时他给我们传了他自己作的一个莲花生大师的祈祷文 就是这个祈祷文 所以我都是在想我们有愿见的 有心态比较广大的那样的人能接受很多的正法 甚至真正的一些佛菩萨的花生也好佛菩萨的教义 如果我们心态只看自己的寺院 只看自己的宗派 或者甚至自己的师父以外什么都不承认的话 那可能另当别论应该有其他的现象 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道友以后如果有机会 应该在自己的寺院当中也好或者是道场里面 塑造一些莲花生大师的像这个特别重要 这个对梦法时代来讲应该是具有殊胜的一些缘解 我每一次到一些居士的家里或者一些寺院的时候 尤其是在汉地我就第一个看看有没有莲花生大师的像 如果有莲花生大师的像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肯定修行很成功的这是我的一个分别念 我也没有什么理由吧还是也有一些理由吧 但是我确实有这种 这不是这几天讲我们七句七道文的时候有这种忆念吧 因为有时候传一个法的时候 对这个本尊暂时产生一种信心 会有的 但是这都是不会这样的 应该我从小的时候对念师的信心是特别坚定 特别有信心吧 很有信心的 所以我们以后自己在弘扬佛法的时候 一个是末法时代的时候违缘特别多 要为了遣除违缘和自己弘法力生的事业成功 应该祈祷莲花生大师塑造他的像随身带着念师的像 这些都是有很殊胜的缘起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今天书里面是这样讲的 念师在莲花一角中对空性魔应该是这样说的 诸佛说声 调花叉 每众生前显花生 昔日无量观佛尊 普陀佛珠观世音 大那国家莲花生 唯有形象 显三种 时机无别 无不同 前面也可能一文不同而已基本上引用过 意思就是说莲花一角里面莲花一角的树比较多 有各种不同的莲花一角树比较多 那么说 一切诸佛的殊胜 因为有些诸佛调花的刹土当中 佛陀不能现世或者菩萨不能出世有这样的情况 但是特别殊胜的一些佛陀调花刹土的话 那么每一个众生面前会莲花生大师的 不同的形象和化身来度化 那么什么样的方式来显现呢 比如说昔日在极乐世界有无量佛 阿弥陀佛显现 然后汉地普陀观音菩萨的刹土以观世音菩萨显现 那么无尽大那国下显现莲花生大师 这三者观世音和阿弥陀佛莲花生大师 这三者在形象上当然是不同的 刹土也是不相同的作画的众生也是不相同的 但实际上无而无别的 无而不的 这个速度同归吧没有差别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们不能认为我是修观音法门的 不信莲花生大师这样一说的话 这是一种不合理的说法吧 我是学净土法我只信阿弥陀佛 不信莲花生大师的话 其实阿弥陀佛化生的一部分你相信 一部分是不相信这种说法是特别可怕的 但是现在很多人的确包括我们现在推广的净土法 有很多人不学密宗只是学净土宗 所以我也是在菩提学会当中为什么开两个课呢 本来我这边也是有一定的困难吧 但是外面的很多人如果我们讲前行 讲莲思法 他都不学他不懂莲花生大师和阿弥陀佛是无而无别的 而只有给他开一个单独的净土法的话 啊 那可以你开净土法的话我都不害怕 我们师父也不害怕 我也不害怕 你们师父怕什么怕莲花生大师 该怕的地方地狱 饿鬼 旁生 刀 你们师父都不怕不该怕的 莲花生大师应该说是一切邪魔外道的护主 就怕莲花生大师真的是好造业哦 按住法界普贤王 迷远刹土金刚持 金刚坐之大能人 无别自称莲花窝 利生加持大稀有 然后下面讲安住于法界功的法身普贤王如来 然后宝山弥雅刹土的受用圆满身金刚持佛 还有在各个地方实现各个不同的 尤其是在南赞部族的印度金刚座 菩提加油实现成佛的大慈大悲的 我等大师释迦牟尼佛大能日 他们这三者也就是说法身普贤王如来 宝山金刚持和华身释迦牟尼佛 这三者再次众生面前再次化现的莲花生大师 我无二无别的 而且这三者无二无别的方式来祈祷的话 他的加持力也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历生事业也是广大无边 因此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 法法法三生是无二无别的 也是莲花生大师的化现 为什么说莲花佛呢原因就是这样的 我们一般藏地来讲对莲花生大师 欺邪见的或者说不承认的应该说是没有的 尤其是现在在西方国家的很多人 特别对莲花生大师是有信心的 以前我们去美国的时候当时美国的很多那些人 特别的对莲是有信心的 他们当时说是吴师噶玛巴他对弟子说过 他说是铁鸟肥密法性有这么一个手机 然后这个就是铁鸟肥密法性 指的是莲花生大师的教法信于西方 因此很多人对密法有特别大的信心 一般生邪见诽谤他他们佛教徒里面 当时93年他们在90年到那个时候统计 美国大概有四十万人佛教徒 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学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当中也是对念很有信心的 所以去到每一个道场的时候他们都祈祷莲花生大师 我当时记得我当时后来跟凯文家说过 我说 美国人是修愤怒念识的 法国人是修寂静念识的 因为美国人很多道场里面念莲花生大师的信咒的时候 嗡马红 巴仁格尔巴马斯德红 嗡马红 巴仁格尔巴马斯德红 到了法国以后他们就 就像我们现在下课的时候念的 嗡马红 怎么念的 嗡马红 格尔巴马斯德红 其实这个音是以前藏地有一个叫蒋德佛佛 他住在美国后来索贾仁波切请他 然后唱莲花生大师的信咒 他那个声音特别好 后来他们发过好多众心念莲花生大师的信咒 首先一些祈祷文全部用高山流水的音来唱 唱完了以后就开始念念识信咒 那听起来都是很温和的那种 所以说西方和欧美国家他们都特别对念识有信心 前一段时间我去上海菩提学会的一些道场里面 他们念念识的信咒也是很好听的 以后我希望很多道场也好 寺院也好 经常念念识信咒因为念念识信咒 我以前好像讲过吧法王如意宝给我们说过 我们每一次讲课 下课的时候 如果大家念三遍到七遍念识信咒这样念诵 那么所有的这些非人 心目外道一些鬼神 妖怪 全部都远离会远离的 所以每一个道场当中如果这样念的话 真的是对修行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知道念识对三生无二无别的 他的加持力和历生事业是极其广大的 由于究竟儿子圆满诸功德成为长者幻化不可思 过去 未来 现在一切是佛教身创树立于十方 那么究竟智慧和福德资粮功德成为一切诸佛的 长者不可思议的广化身也就是说念华山大师的广化身 过去也是有非常多的化身来利益过众生的 未来也会有的 现在也是 所以他们将佛法的身创树立于各个不同 东南西北的十方式欲树立佛创的 所以念识亲自的他的广化身也是特别特别多的 念识所加持的一些高僧大德也是特别多的 我看牡谷光尊者每次都是在一些最甚深的教诀后面 都经常说是巴马桑巴瓦所舍所的 瑜伽士龙青燃尊在遭遇刚日陀戈身山 你们看后面很多的文字也是有这样的 麦彭仁波切的很多教言的文字里面也是说是 生生世世对莲花城大师具有殊胜不可退转信心的 麦彭卓雷娜等等有很多词 这些词一看真的是很多瑜伽士尤其是弘化利生事业特别广的 不管是格罗派也好 尼玛派还有藏城佛教的很多大德都会这样的 我在汉地也是看到过很多高僧大德他们是不敢公开的 但实际上天天念欧玛洪巴尊哥尔巴马斯德红 有一个大德他在脖子上挂了一个莲花生大师的像张 然后连他弟子都不让看悄悄地给我看 你看 我是学这个多然后他又转进去了 怎么说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应该要想到 连世的加持和利益众生的不可思议智慧的威力 所以每一个人来讲应该值得掌握 有些人好像以前是有的现在不一定 以前对藏传佛教特别不满特别排斥 这个我个人来讲有些是不理解的 有些是可能一些知识分子 这些知识分子我想也应该值得接受 以前好像我在《佛教科学论》里面提过吧 那个西方最著名的心理学家荣格 荣格他一生的智力研究《西藏多昂经》 《西藏多昂经》实际上 就是莲花生大师的文解脱法门 就文解脱法门他最后说 这一本书是我忠实的优伴 是我一生当中的好朋友优伴 那么我的很多观点和发现归功于他 很多观点和发现归功于他 我以前也是把这本书推荐给很多我的好友 我将来也会把它推荐给有缘的人士 后来在本世纪当中最有名的 当时的弗洛伊德和人们称为的科学之佛的 爱因斯坦大家都知道像荣格和爱因斯坦 弗洛伊德 他们都是可以接受的话 我们现在有些大学生 有些博士生 他们的智慧能不能与他们相提评论啊 有时候看我觉得现在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过于聪明 像荣格那样从《中英窍诀》当中 也就是说在《西藏读王经》里面得到那么大的收益 而且他在那个书里面也提到过 他说本书里面所讲的确实真是不虚 并且我相信因果轮回的存在讲得特别明显 后来我对荣格的七星星 后来荣格的一个照片放在《佛教科学论》里面 后来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你把有些大德的香 不放在《科学论》当中 非要用爱因斯坦 鲁迅和荣格这几个 我觉得他们生长的环境不是很好的地方 但是对佛教和对密法有如是信心的话 这也是很了不起的 一方面是这样的一方面让很多世间人 有些学者也为了摧毁他们的傲慢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这样想的 还有一些汉传佛教 从佛教界的角度来讲也应该可以接受了 是藏传佛教 比如说 以前太虚大师他也在一个书里面忘了 就是说他在班禅大师那里也接受过十轮金刚的灌顶 这方面叙述很多方面的道理 还有虚音老和尚最后跟黄莲族老居士 其实给他也是讲了很多藏传刚开始虚音的念谱里面看 对藏传有一些不满 不了解 但晚年的时候他给黄莲族的有些开示当中 也是对藏迷的一些接受并且赞叹等等 这些也是非常的明显而且那个圆银法师当时都是很出名的 他说 密经双修好 万修万人去 说得很清楚的密宗和净土宗应该大家融合而修 如果这样的话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会成就的 因此我们为什么现在学禅宗也好 学天台宗也好或者其他宗派 最终还是要念佛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 但我们密宗也很多大德都是最终念阿弥陀佛 因此暂时的观点虽然不同但实际上是残迷双修的 这种境界应该有很多人是有利的 这样的有利并不是藏传佛教的这种接受 不仅仅是一些出家人或者有些修行人 甚至在汉地的一些历史来看比如说像元朝开始 像湖北里和当时帕斯巴的印象吧 从元朝一直到明朝 清朝到清末之间 基本上是藏传佛教在汉地应该说是比较兴盛的 有些是在清朝在那个时候很多皇帝甚至在皇宫里面 不管是王妃也好国王也好甚至宾妃还眷属 他们都经常接受藏传佛教的灌顶还有佛事 还有皇宫里面增长很多的佛像 贞品以及很多藏传的文物 尤其是像乾隆皇帝 康熙从他们的一些传记里面看 应该是影响很大的 我都在有些地方超白的时候看到一些乾隆和康熙的一些 不管是造妙也好还有他们的一些利的十倍 这些时候我想显现上是国王 实际上真的是高僧大德没有什么差别 在汉地的佛教造了那么多的寺院 而且整个当时培养出家人也好 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应该说是非常的不错 看一些历史里面像藏地的 比如说班禅 达赖还有张家国师 他们都是在汉传佛教当中起到很大的影响特别大 尤其是张家国师的话应该是张家第一师 是康熙皇帝的国师 然后张家第二师应该是若比多杰吧 好像是若比多杰是麦彭仁波切 有一个张家若比多杰的一个道歌的一个讲义 那个若比多杰当时是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国师 然后张家第三师是道光的国师 第四师好像是不是通知皇帝里面他的国师 第五师有没有 第六师吧第六师是光绪的国师 第七师是不是文革期间圆寂的 有些国王也好或者大臣也好 这是暂时的一个简单的距离而已 因此有时候看了一些历史 不管是汉传也好 藏传也好 这么大的这些人物他们都不排斥可以接受的话 我觉得有些学净土宗的人也好 或者有些人不用那么怕 这个不是什么邪魔外道 一说起来莲花生大师应该特别害怕的 不是这样的应该说是很欢喜的 就很欢喜的我问了一个居士 我说你对莲花生大师有没有信心 我有特别大的信心 我很喜欢他 我说为什么喜欢他 哎哟 他很帅的 真的这样说 他很帅的 他穿的衣服也很漂亮 这样说 其实喜欢也好 信心也好 都是 还是一个意思吧 不管怎么样 我后来看看莲花生大师的照片实际上也是 有点怎么说啊 可能画得很好吧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是给大家发一个莲花生大师的像吗 你们也看看 但摊卡里面的可能更帅 今天是我们的塑像的照片 下面就是说 欺贫祈祷文教授以细琢解的小文字当中这样说道 我使法生诸佛欲加持 受用保生诸佛赐灌灵 华生一切诸佛作上意 佛教当心难占不足中 密宗过法引导众生故 珍宝海盗莲花金之中 自身华生表示而来之 具有缘分信心之师父若以虔诚之心祈祷我 一生因果缘起法缘利益 其余交起于佛我悲更迅俗 所加心结平日祈祷我 这一段文字意思就是说 莲花生大师是一切法生佛赐于加持的 一切的保生佛赐于灌顶的 一切法生佛在显现上做商议 为了佛法在南赞部署进行弘扬 密宗的过法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显现上变成狮子 在无尽大那国家的珍宝横里面 莲花金上面显现 这种显现方式也是自身华生的表示方式来显现的 也就是说不是依靠父母 依靠其他的太生 乱生 不是这样的应该以华生的方式来显现的 那么这些莲花生大师如果具有信心的师父 以虔诚的信心来祈祷的话 就有不共的一种殊胜的缘起力 还有莲世以前因地的时候的一种发愿力 这个发愿力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邪魔外道特别猖狂的在那样的时期 依靠莲世的加持力迅速地消除违缘 获得西地方面也跟其他佛相比较起来 他的加持更为迅速 因此日日夜夜祈祷莲花生大师是非常的重要 当时跟初家空姓母这样教授的 所以我们在座的人真的是为了自己的修行圆满 为了利益众生弘扬佯佛法 我们的目的都是这些的目的都是这样的 法王如意宝的《印度金刚座的发愿文》 《沿海尽顺》里面也是讲的 每一个人可能真的相续当中有菩提心的人 日夜想都是这个吧 怎么样利益众生怎么样弘扬佛法 就是唯有的这两个目标 这两个目标要实现的话 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很重要的 我在外面看着莫菩仁波切的一个教言 《世间和初世间战如何融合》 那个教言里面说是在末法时代的时候 一般来讲一些外盗还有一些废人 还有一些鬼神特别的兴盛 在那样的时候祈祷上师三宝和本尊护法空姓 这是特别的重要 莫菩仁波切说祈祷莲花生大师更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想修行圆满和真得洪法利生的事业成就 平时祈祷念师我希望相关的居士也好 出家人也好 经常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好 经常莲花生大师的想 很多方面还是要自己依靠这样的因缘很重要的 如果这样的一种因缘说明你心里面对他有信心 因此有些人说我现在违缘听众的我都经常这样讲 那念什么经就是念四行咒就经常这样讲 因此大家以后在我们传一个法以后 以后有没有机会再重复呢给大家 不一定有这个机会但内心当中 真的很希望大家的修行不要出现违缘 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祈祷始终都有这样的话 这有一种不共的缘起力有些人想 怎么莲花生大师的加持力超过其他佛啊 这不可能吧比佛还厉害不能这么想 每一个佛他有不共的我们讲净土法的时候 很多高僧大德也经常讲 往生净土方面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远远超过其他佛 这是可以说的而开智慧方面 本来观音菩萨和文殊菩萨是可以说平起平走 但是你开智慧方面肯定是文殊菩萨是权威的 大慈大悲方面真的是观世音菩萨 有时候我自己都是真的有感觉 要生起那个大悲心的话我就试经地念观音星座 哦 马里巴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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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起这个作用了 然后开智慧方面有时候觉得越来越不行了 好像老得得迷迷糊糊糊的 不行不行我马上要祈祷莲花生大师 也许有些人觉得太愚痴了不可能吧 会不会这样想但实际上真的是 以自己的智慧来泄量的时候也是有亲自感受到 我们很多人由教证和理证来说的话的确也是有 所以我们遇到违缘的时候也好或者自己的修行圆满成功 尤其是密法的一些境界在相续当中生起来的时候 祈祷莲花生大师很重要的 有些人跟我讲没事 莲花生大师也是可以 这也是本尊的一部分 但是祈祷我的上师倒是最好的 他也是密宗的他多少多少是化石了 就是是昨天我看到一个光盘说是 一个活佛第六十五十吧 这个可能是特意研的还是怎么不知道 有些人可能说我的上师是多少多少是啊 就是祈祷他当然我们祈祷上师是很好的 但实际上真正的一些 尤其是一些华生的上师莲花生大师就是重体 那么莲花生大师可以分很多藏传佛教的 刚才有些大德所讲的一样的 各种分支支配还有一些教派 可以依靠这种威力来化现 我们前面为什么用阿底峡尊者 宗喀巴大师 萨迦班智道 都是莲花生大师的化现 说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因此如果祈祷莲花生大师的话 那么护法神也好 空性也好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马脱弥王 作弥佛墨 很多的这些佛也可以集聚到佛像上面 这种祈祷方式是最好的 中体已经抓到的话 那么分支自然而然都可以形成的 所以我想现在红颜莲丝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实际 最好的一个缘体就是那天我们也是 莲花生大师很有信心的美国的一个修行人 我经常有时候也提过他 他那天我在上海检查身体 然后回来的时候一个人到机场里面 过了案件以后一个人突然陪着我的身体 我说是谁啊 我一看他 原来是美国的修行人 我说你怎么来到这里呢 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往成都的飞机也是一个航班 后来我给他一张莲花生大师的照片 他对有脸是非常大的信心 以前都是给我莲花生大师的一个教言 他说 今天是缘起特别好 你看从上海到北京成都那么多的飞机 每天上午 下午有很多很多的 我昨天从洛杉矶到上海晚上有点累不想 今天非要我选这个你也是选这一航班的话 那肯定我们有缘的还是这次缘起很好 我这方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缘起可能也没有什么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有一些因缘聚合的时候 我也后来再想 很奇怪 我们两个在这里这样碰的话 好像从哪方面讲的还是有一些稀有 应该是有一个在这方面的 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因缘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莲师的信心 这样的话其他的道友或者有一些人也有积聚的 还有很多方面的因缘 有些上师他弘法利生的事业也是 不知不觉为什么展开就很稀有的 而这个原因应该我觉得是有莲师的加持 也是不可分割的 那么《莲花一教》当中也是空性墨温达路 这里面也写道说是 发何愿必能获得祈祷念师我埋怨 尤其是观想莲花生大师发什么样的愿 也能获得他的功德 祈祷莲花生大师能满足众生的一切所愿 我们有时候遇到一些困难自己实在是不知道 或者发什么愿能不能成就不要有怀疑 一心一意地祈祷儿这样它会满足我们的意愿 也不用问很多我现在出现违缘了怎么办啊 打瓜看怎么样其实打瓜也是可以的 有些人说祈祷念师或者打瓜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 不可学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问为什么这种说法是不可学的 他们说打瓜有时候都是不准所以打瓜是不可学的 我说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打瓜的行为衣柜全部飞掉 他说应该是后来我也说是 那这样的话现在我们比如说天文学 气象 很多气象局他们对将来地震的预测这些都是不太准 他们出现一个地震的时候一会儿说还要出现多少次多少次 结果一次地震也是没有的那他们这样不准的话 是不是他们的推测也是全部要灭掉 是不是这样呢他们有些是没有说的 我在这个上面也是考虑 所以打瓜只是给你制定一个方向 并不是百分之百一定是这样的 现在我们世间当中有很多的预测这也是一种科学 但是我们的信心当时的这些因缘 有些不具足的时候乖想不一定是百分之百准 因此我们祈祷的时候也是完全在 按照一些小的文字里面所说的那样 比如说有些里面说是你念七遍要成就什么什么果位 然后你马上要念 啊 七遍 我七遍念完了怎么还没有成就啊 那这样的说法的确也是不对的 我们现在世间很多的预测也有这样的准 但大多数它有一个制定的方向 因此我们依靠信心来祈祷的话 应该说是满足众生的愿这个意思 《上师修法遥文》当中也这样讲 后年后月之处是无尽我定领藏陀乃至我之誓言义 此来我之誓言义每一处师之计日 幻化决定变藏陀誓言念识不起火 他这里后年后月的出师 我今莲花生大师必定会来藏陀 那么这就是说我的誓言了 然后每一个月出师的时候 莲花生大师的幻化生决定变于藏陀 这种誓言不会欺惑任何人 以来与我据精心白修狮子珍宝禅 香水树谷般饮雨 齐聚祈祷妙饮还无尽无有妙香善 如爱自欺目不仁加持降临弥见识 然后依靠莲花生大师具有信心的人 如果摆搜一些狮子 供品等等非常庄严的 然后随着树谷以妙云来念七句七道文 那么来复化莲花生大师的话 莲花生大师落刹处无尽红热铜山的妙香山当中 必定会来降临就像一个孩子护患母亲 有苦生来护患母亲的时候那这个母亲不忍心 马上来的一定会来的同样的道理我们祈祷莲花生大师 尤其是七句祈祷为来莲花生大师祈祷的话 那么这个莲花生大师是必定来的 他当时可以说是发了识的 我们发誓一般的世间人也是不可能 我发誓一定会来的话 一般有证见的世间人都是不会违背的 那莲花生大师更不用说的 因此以藏地为主的这些行众来祝唤或者祈祷的时候 一定会来的 我记得法王如意宝以前在印度郎州佛修院 讲七句祈祷文的讲义的时候 当时上师也这样讲过 因为当时很多藏族人在印度 藏土莲花生大师经常来的 我们印度会不会来啊你们不要有这种怀疑 你们想一想法王当时这样说的 比如说母亲住在一个地方 那这个孩子是印度也好汉地也好藏地也好 如果他在那里哭的时候 他当时根本不会分他的宗族或者地方 他不会的在那里哭孩子的时候 母亲马上都是降临到那个地方去的 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现在住在印度 也是这样祈祷联皇城大师的时候 他就立即来的 因此我们现在也是很多汉地的一些修行人也好 如今也有美国还有日本 很多修行人也不断地学习我们这样的教法 在这些不管是哪一个地方有这个因缘的时候 的确会现前的 你这个水器哪里出现的时候 月亮 月影或者日光就哪里显现 比如说我这里有水器的话那么这里显现 美国有水器的话在那里有显现的 他没有偏多的心 因此很多道友不要有很多种种的分别念 一心一意地祈祷 这样以后自然而然心里面有一种滋润感 好像到了一定的时候这种境界并不是说 光是依靠理论来建立的不是依靠理论来建立的 最后自己的修行自然而然很顺 不知不觉当中信心也增上智慧也开析 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些正见还有定界就现前了 这就是上师诸佛菩萨加持融入自信 如果这些加持没有得到的话 虽然口头上说得很漂亮 但是实际跟生活结合起来的时候 始终都是法就是法 人就是人 在中间还有一定的距离 这就是我们修行人真的需要有时候 心跟诸佛菩萨的加持融为一体 当它融为一体的时候虽然你还没有完全开悟 已经到达圣者的境界 并没有的 但是我们在凡夫境地的时候 很多的厌离心 出离心自然而然会生起的 然后一些轮回当中的世间八发 贪心成心 逐渐逐渐地会远离的 所以我们祈祈祈祷的确是有必要的 还有连世有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 武器的金刚成龙 然那能把的二传宝库 第四品一席作家之教言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去往山顶 空谷等合意的地方 祈祷呼唤好似头离开般生起处理严厉之心 怀者感待得知信心 万度大的泥珠弟弟能清净弥天大罪 这是一大要点 出现绝数尽力护持 他这里也讲得很殊胜 就是这个教言里面来说我们有时候去往一些山顶 空谷 山洞 森林一些没有人的地方 或者是一些比较恐慌的地方 到了那里的时候因为环境的影响 自己心里面虽然而然有一种对念师也好 对诸佛菩萨的自由有一种信心 在那个时候开始用七句祈祷文 或者用一些所谓的祈祷上师 怨幻上师 各种那种祈祷文开始呼唤 莲花生大师为主的自己对很有信心的 这些笔本尊的名号来开始呼唤 好像我们有特别信心的时候 头都想离开了一样的一直拉忙去拉忙去 好像自己真的有时候我看到一些居士很有信心的 他不是假装的 完全把自己的身心都已经变了又这样 又通过这种方式来呼唤 那个时候对轮回的整个世间方面没有什么信心 从轮回当中真的要想处理 处理性和厌厉性也出现 因为自己确实获得了这种法案的时候有感恩的信心 那个时候哭得眼泪像顽度那么大有那么有那么 但有些人哭得特别厉害的时候还是哭得比较凶 在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的眼泪还是很值钱的 应该是清净每天打罪 除了这个以外世间的各种感情那样的痛苦不但没有意义的 还有很多很多的果报 所以我们也看一看世间人流的眼泪都是比较多的 但是为谁而流的 为莲花生大士 为上师 为本尊 为可怜的这些众生而哭的 有没有 以前上师如意宝真的是每次讲法的时候 有时候想着他的上师有时候想着莲花生大士 尤其是以前上师如意宝在古乌拉寺 给我们讲中意法的时候我一直都是记得很清楚的 虽然现在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想起莲花生大士当时在善与 给他们传授密法的整个景象这种清净全部历里再现 所以我们都是可能没有这样的景象 但有时候上师去过的地方上师带过的地方 这样一去的时候眼泪倒是比较多的 前一段时间我在那边闭关他们有些人说 你闭关期间见了什么本尊没有 我说没有什么见了我还是哭得比较多 有时候人比较怎么说什么环境的事情什么都没有 心静下来的时候还是想起了一些上师的恩德 还有一些诸佛菩萨的恩德轮回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 没有意义的时候从内心深处不是假装的 就是内心深处生起一些信心 有时候是信心的类似有时候产生一些悲心 但这也是一种形象吧不是什么境界 这是我们很多道友应该有的尤其是刚学佛的一些居士 应该是哭得比较多的我们学院当中经常 有些居士过路的时候不让过一直路边等 一直在地上边磕头边哭这种形象最近也比较多的 这些居士不好意思你不用低头 不是跟你说的 这是伊岛雅架í 那么那个时候你苦苦苦苦再哭了很长时间以后 最后好像心都已经变成了一个很空白的 因为哭完了嘛眼泪流完了 在那个时候那个心态应该乘重来讲 它是一种开悟的境界 然后在这个时候护持它的境界 然后你就在这样眼泪也不擦就这样坐着 今天讲到这里 尽力护持知道吧 出现绝数尽力护持 这是很多禅宗和很多大圆满的修行人来讲是很珍贵的 好